机器人首领要在一万头机器人中找出伪装者 男人瞬间被吓得目瞪狗呆 在命运之神的眷顾下他顺利躲过多次搜查 眼看怎么也找不到那名伪装者 丧标气的直接上头 可转眼间他就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 男人瞪大双眼 仔细筛查着每个机器人 三小时后终于找到了间谍 气上头的丧标发誓要给男人点颜色瞧瞧 他笔划出手枪就要送大门去西天 眼看男人即将隐恨西北 外面突然杀出成百上千个武装士兵 无数子弹接连袭来 丝毫不慌的首领一声令响 所有机器人光速形成一道防御 紧接着便伸出脑袋掏出机枪开始旋转 仅仅三十秒所有士兵就当场令 眼看已将所有人屠杀完毕 杀红眼的丧标翻滚着钢球冲出大厦 不曾想外面早已布下天罗地网 机器人扭动着身躯一一躲过 即便人类如何挣扎也只有挨除的 机器人随即又变换成铁棒形态 将反抗的人类全部营业 在灵活多变的机器人面前 他们就仿佛玩物一般 不死心的军方随即又派出直升机 发射出核弹 眼看计划奏效所有机器人碎成了渣渣灰 飞行员激动地竖起大母哥 男人看到这种状态正要惊呼 却被丧彪酷斥一下拽出 士兵下的连忙发射炮弹打散阵型 没料到机器人却变换出一个更加恐怖的样子 他们毫不惧怕选择继续硬钢 葬标健壮立马启动超级变化形态 张开血盆大口就将一切吞噬殆尽 接着又把身体扭成麻花将车辆分解封出 此时直升机也在疯狂的火力支援 可造成的伤害就如同刮沙一般 下一秒钢蛇缓缓快速地环绕而上 随即扑斥一下将直升机死死咬住 挥动着自己的钢膜就要摧毁飞机 紧接着所有机器人却突然开始掉落下坠 升天巨蟒顿时溃不成军 士兵健壮立马洒出电网将其困住 就在人类以为胜券在卧室 所有机器人又开始渐渐移动聚集 转眼间就变成一根钢钻 并以30马赫的转速开始逃进地下 等人们回过神后 只有一个巨大的洞穴身不见底 紧接着机器人又从他们身后吹勇而出 看着百米高的钢铁侠所有士兵女不敢造次 纷纷站在原地欣赏着他妖娆的身姿 大能健壮立马拉上小美去车逃离 可丧彪却并不打算放过两人开始极力追赶 阻挡他脚部的车辆全部酷吃 妄想反抗的士兵瞬间被踢出十万八千里 仗着自己会飞的直升机被机器人手刃当场以恨吸 眼看机器人已静在眼前 淡定的大能将麻醉剂塞进铁盒身上泡筒 瞄准好目标后便精准发射到丧彪身上 轻刻间整个机器人便吐风瓦解 不死心的丧彪立马弹射站起 便和机器人划着轮滑继续追赶 在即将追上之时 大能打开钢门利用磁铁将丧彪吸引进来 上头的丧彪立马指挥机器人鱼儿竟开始打车 眼看车厢即将被火 大能打开丧彪的肚子开始输入指令 先军一发之际优盘被成功拔出 所有机器人原地不吃 这场恐怖的浩劫也终于被平息